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喜欢我吗 都谈婚论嫁了 陆叔叔他们走后 你能走出来 我真的很替你开心 你看你都多久没回来了 上一次还是四年前 那你为什么不来英国看我 你这么大的首席总裁从来不出国啊 连礼战都知道顺路跟我吃个饭 你可从来没来过 怎么了 我小时候对你不好吗 还是你忘了我这个姐姐了 我没有护照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过来跟我看看吧 这是 你之前不是说西装的扣子不好记吗 给你买了件很好记的 不过为了制造机恩戏 没有询问你的尺寸 我目测的 这你都知道 对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约礼战一起来你家吃饭吧 好久没见了 我回来了你俩总得给我接个风吧 你一个人来就行 怎么 难不成我之前听人说 你俩在公司里闹不合的传闻是真的 都多大的人了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有分歧 还要学小情侣冷战啊 别闹了 小时候的玩伴不是说散就能散的 正好吃顿饭和解一下吧 我是姐姐听我的 该出 就当我答应了 真勉强啊 陆总 着急忙慌的让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 等一下 她是 该死 该死 是陆森说的那个 对她很重要的女人 康丽尔 二十七岁 经济与智能运营专业双硕士 这履历好可怕呀 长得也不错 看陆森这少男怀春的模样 面对我的时候哪有这种样子 不是吼就是凶 对了 我爸跟你说结婚的事了吧 结婚 什么时候 为什么 我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是才知道的 巧了吧 小时候长辈们总爱把咱俩凑一顿 我爸可能当真了 再说了 谁让你这么好 你可是我爸心中最完美的女婿人选了 这不我一回来就又要喝这拉郎配吗 这 什么思路啊 康家的商业联姻思路呗 你能接受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你现在和我结婚会是什么感受啊 你喜欢我吗 好近 好想到 好 自动识别 你和我结婚是什么感受 你真的喜欢我吗 都谈婚论嫁了 我还是先躲躲吧 好